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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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一个人 这样子坐在那里 然后看着远方 好像在想事情 然后 好像不太在这个现场 那像这样子的画面 是在一直在我的大脑里面 会经常不断出现 明明前一刻大家很开心 可是他下一刻他就会处在一个很 很不在现场 或者是很在自己的想法世界里面 他是从犹豫 躁欲 到后来幻听幻觉 他耳朵旁边开始有人跟他讲说 叫他去死啊怎么样 我会觉得他乖立乱神 我会觉得他发神经质 我会很受不了 并且我会再加一麻 告诉他说你是我妈妈 怎么一点点小情绪 就会这么的不受控 你应该要勇敢一点 你要保护我 所以后来妈妈自杀的时候 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办法消化 因为我觉得我是那一个推手 我在他很痛苦的时候 我搞不清楚 我甚至是不理解的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自责 我一直很愧疚 懊悔 在我心里面我更觉得 我不值得拥有快乐 因为我杀死我的妈妈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是 第一个是怎么想都想不到我 悲伤 那第二点是自责 我觉得遗嘱最难的就是 我家人或者是爱人或者是孩子 怎么样死掉 那我们是这么近的人 那我一定有责任 让我试着找一些理性的方式 看看能不能让我自己好过 那我找到的方式是 就是自责也是基于爱 对不对 就是像我这我爱我老婆 那我们就来看 我要为我的伴侣这样走掉 要付多少成就 我就真的来思考这个 那在那样的想法里面 我会觉得说 我可能 有少部分的 让他觉得不快乐 而促成了最后这个遗憾 但是那个比例不是那么大的 所以 简单来讲就是 如果我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这个自责 那代表说就是我杀了他 对但是 我们自己知道说实际上并不是 并不是我拿着刀把他捅死 把他推下来 不是 所以那这显然中间应该还有点别 对不对 那可能真的是我们爱的这一个家人 他真的自己 做这个决定 对不对 那这并不是我们直接把他杀 那所以我们自责是可以对自己宽容一点 我一开始 没有办法开口跟人家这样说 我们家驳开是自杀的 因为我一这样讲的话 大家都会问说 为什么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 谁来告诉我 所以 我后来都好隐瞒 我也不去避讳说 不能说自己家里有人自杀 然后觉得这样是嫁丑不可外扬啊什么什么的 都不管了 反正就是你问我嘛 我就说我就是自杀中的 是他有癫痫 他有吃药 药有副作用 会让他有忧郁症 他有忧郁症 我自责我没有发现到 可是我知道我不能自责 可是我还是会不断的自责 因为我觉得我没把他照顾好啊 其实第一年的时候 我就想跟我儿子走 他去哪里 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哪里照顾他 我怎么可以放他一个人在那里 我每天一直哭 然后吃不下也睡不着 就是整个状态非常糟 觉得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不开了 妈妈来了 今天是你离开的门两面 你很久没有来路过的梦 你过得好吗 没错